这个僧人太妖孽了吧 每次下上花园 都会有一堆女人想吃她豆腐 最后僧人实在忍无可忍 便放纵自我 成为一代妖僧 更是将自己的一生活成了恐怖传说 相传 如果有位名叫仁光的僧人路过村子 千万别留她过夜 因为她会在深夜用美色诱惑走所有女人 而这位仁光僧人的故事 还要从她小时候开始说起 那时的人光清心寡欲 立志成为和尚中的典范 奈何她长着一张帅气无比的脸庞 就算在大山中的寺院里 也会有女人不远千里 跑过来看上一眼 仁光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选择视而不见 但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每当仁光下山花园的时候 都会有大群女人堵在她的必经之路上 想尽办法吃她豆腐 对此仁光只能不断念诵佛经 去除内心的情欲 可数欲尽而封不止 渐渐的就连师兄们对她都有了非分之想 这该死的魅力啊 仁光为此十分的苦恼 寺内的住持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便禁止她下山 于是这天师兄们下山花园时 看不到仁光身影的女人们不干了 全都围上来询问仁光的消息 有个师兄忍不住站了出来 大喊着 这种痛苦就让我替仁光来承受吧 山下的女人果真可怕 神兄们夺路而逃 另一边仁光正在打扫寺庙 突然听见有个女生轻轻地叫着她的名字 仁光寻声走进了小树林里 发现那是个戴面具的女孩 女孩很是主动 直接脱下衣服 还将仁光的手按在自己身体上 只见仁光一声大叫扑倒在地 她的手居然通红一片 扭头一看 女孩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五官 仁光大叫着逃走了 至此之后 仁光便产生了心魔 每次闭眼打坐 眼前就会出现脸戴面具的女人 对她围追堵截 怎么逃都逃不开 就连师兄们都戴上了面具 太辣眼睛了 强大的心魔让仁光发疯 师兄弟们只能将她绑了起来 几天后 清醒过来的人光 决定出门历练找回自我 临行前 住持告诉她 一味地否定那些挫折 只是在不断逃避 只有直视他们克服他们 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一路上 仁光看着美丽的风景 吃着美味的便当 也不失为一种享受 但就算是她裹得严严实实 女人们依旧会被蜂拥而至 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尔蒙 那些如狼似虎的女人们 吓得她连客栈都不敢住了 连夜逃回深山 整日打坐修行 可就算是这样 仁光依旧总是感觉 有一双手正在抚摸着自己 可一回头却什么都没有 那些想象中的画面一直回荡在她的思绪里 为此她不惜跑到瀑布下 大声念诵着佛经 但她眼中依旧有着无数赤身裸体的女人 从水里冒出来 在她的不断逃避下 心魔不但没有减弱 反而将她折磨得日渐憔悴 这天仁光偶遇了一名剑客 他并不想多事 但剑客一眼就认出 他就是那个让男人们羡慕嫉妒恨的风流和尚 仁光很是生气 虽然自己很帅 可从没有做过违反戒律的事情 别把那些肮脏的想法强加在自己身上 剑客听后觉得这僧人实在太有趣 便一路跟在他身后 之后二人来到一个小村庄 一个寡妇正在抱着自己丈夫的尸体痛哭 这里的村长告诉他们 父亲的山上住着一个专吃男人惊魄的女鬼 希望二人帮忙铲除 剑客说帮忙可以 但事成之后 寡妇必须嫁给他 谈妥后 剑客就出发了 而仁光对女鬼已经有了心理阴影 便留在寡妇家里 思考着自己与女鬼的区别 一个是吸引男人的恶魔 一个是吸引女人的和尚 如果两人相遇 会发生些什么呢 想到这儿的人光 眼前又闪现出那个戴着面具的女鬼 而这时一旁的寡妇忍不住了 想要对他霸王硬上弓 仁光拼命反抗 终于逃了出来 山下的世界实在太疯狂 而这样的自己和那些鬼怪 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为了除掉心魔 他追上了剑客 想要一起干掉女鬼 可剑客却说 仁光不碰女人 却依旧无法压制对女人的渴望 就像自己一样 以前从没想过杀人 甚至讨厌刀剑 可人就像硬币的两个对立面 最后的他成为了杀人如麻的恶魔 此时的人光 连真正的自我都无法认清 还谈什么大彻大悟 说完 剑客便转身离去 仁光愣在原地许久 等他再次看到剑客时 剑客已成为一具干尸 旁边就是村民口中的女鬼 女鬼缓缓走来 仁光就站在原地念起了佛经 这算哪门子抵抗 简直就是欲据还赢啊 最终女鬼将她扑倒在地 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完事后还认为这不是自己的错 这是女鬼的法术实在太厉害 她依旧在逃避 无法直视真正的自己 于是她黑化了 一道黑气冲天而起 传说中的一念成魔也不过于此 第二天 村子里的女人都消失不见了 显然是被妖化的人光给带走了 这便是妖僧人光传说的由来 她一直逃避着内心的渴望 佛门的清规戒律 成为了人光最好的借口 但一味地逃避 反而让心魔逐渐吞噬了她的内心 并没有像住持希望的那样 指使她战胜她 于是人光最终的堕落 成为了注定的结局 好了 这里是昭君刀电影 咱们下期见